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当然你定力好的话吸气也禁了 你能忍住啊 定力好啊 八分吹不动你 不在乎 是吧 不跟他一般解释 就是当然你吸气也好像没有了 其实也蛮大的 只是战胜的优队 一般人还凑不动你了 你定力好嘛 定力是承受力增强了 当然定力还有更好的 更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定能生会 当在定态里边去听 看 闻 去看佛经 那你没有定力去看 完全收获不一样 你在定力里边 就像六祖坐在那 他那种无所住的 无所住世界 就是随着正量的排起耳根圆图 比如说 也不是关系 不是有一句 因为大家正好在修耳朵圆图 闻语所闻进以后 你禁闻不住嘛 禁闻不住 这是无所住了啊 禁闻不住 这个你要是没有实证 你是看不懂的 就禁闻不住是个什么境界 是吧 禁闻不住是你进入空明的一个状态 就耳根能闻的所闻的这边 气满已经开解了 这块气满 然后你很空明 知道吧 然后那个声音进来的时候 就好像他那个声音 已经不是从耳朵进来了 扑面而来 就像灌顶一样的 就像扑流一样的 倾向的从各个地方 因为没有内外 是吧 他就是这个 你就分不清内外了 但是你还是有个空明的感觉 你认为你是空明的 然后那个声音 全是声音 就是你的每个细胞都在听声音 那个声音进来 但是极有极空 极有极空 就是说你进来 他是不住 不住是那个境界 就是说你的反应 就是说 比如说 我说基心是否或者关心是否等等 在我边说每句话的时候 那个声音就已经消失了 没有痕迹 你很难听懂人力说话的 除非你很专注地跟他交流 你去全神观众跟他交流 你在那听懂他在说啥 这个过程中 如果大家是泛泛而谈 你都听不懂 因为那个核极迅速的就消失了 没有了 就在空明里面 他不住嘛 然后你就感觉到 你听不懂了 不知道他人 那所有的声音 对你的影响力很小 你知道 就是他是个境界 你知道吗 就是他你没有正德的话 你是 但是那个空明也罢 你是个空也罢 这还是你的 你没有内外 没有儿童 这种之间 还是一个障碍 还是个屏障 还是染着 任何一个支界 你认为你是个空明 你认为 有声音进来 静闻不住 这些都还没圆满 但是境界就这么 一步一步练 你才能够达到 才能知道那种状态 不练你是不知道 突破人类的局限性 每个源头就是突破了 突破了每一个维度的局限性 才圆满通胆 念咒上 修行 大家因为散乱 所以发明了很多法门 持重念佛 内观 异守 是吧 各种法门都是一样的 修家行 修家行就是学前班 就是你还刚从 沟沟洞回来 为啥叫家行 就是在你正修一个法门之前 连连你那些习气 修修专注力 然后就是学前班那种 然后上一年 为上一年级做准备 知道吧 所以很多你看 密族有五家行 世家行的 就是说各种法 什么学念法 乃志明 扣大礼拜 公曼达 因为刚开始公共洪水回来 你知道你多傲慢 全世界你是没有偶像的 你就是唯一的 你都 这世界你没有偶像 你是老大 全世界你都是 你是世界中心 那种自我跟我慢 还有就是 我虽然不管我是什么样 但是你要说我服一个人 他可能不行的 凭什么他也吃个拉扎 所以我服他干啥 是吧 是吧 所以密族他有上师师傅来 他先定义这个支界 因为你要跟上师学法门嘛 但是他是他的传承导致的 他这样子 所有的都是传承导致的 编法门是人编的啊 是吧 都是 因为你这样修更有利益 当然 那个决定 你的上师师傅有成就 没有成就 当然有时候也会把你控在里边 知道吧 控住你 让你没有办法去接触其他老师 或者是什么等等啊 各式各的利比 因为这个就看法院了 第一是法院 第二 你师父 你的慈悲啊 你的善保能力 诸佛菩萨相遇 你自然会遇到好的老师等等 这都也有缘了啊 还有老师也会找 就是说你上师有法院的老师 会找到你 找你 知道吧 都有可能 就是所有的法门都不过 就是你停下来 就这样 简单吧 所以修正有啥难的 只是停好久 你停好久 你碰了还没破 还是神气 看见谁还是神气 所以这就说 老师我都去了两年了 他还是没神通 这六个也没圆通